哈喽大家好,我是3号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解开或者是AMG RL 压缩档案的文件 相信多数的人在分类文件的时候 都会把它放在不同的文件夹里面 而一些过时的文件夹 为了更有效率的收藏起来 以及减少一定的容量 也会把它GIP起来 或者是压缩 成一个GIP法 你也是这样子吗? 是的话请在下面留言 如果不是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分享给我 你是如何收藏这些文件夹的 而在MateOS 会把压缩的文件 成为GIP的格式 打开它的话 只要Double Click就可以了 不过相信你一定也有说过 RAR的压缩档案 那么要如何开启它呢? 在没有开始之前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想要TWY会一直更新 关于MacBook和MateOS的实用手机枪 如果我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 订阅和关注 SAN豪TV 那我们开始吧 这里我发现到一个免费 而且非常实用的App 它叫做 The Archive 关于它的下载链接 你可以在说明文里面找到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应该如何下载和使用它 当你点击了说明文的链接过后 你就会到达这个页面 之后我们要点击这个 Veo in Mac App Store 因为我之前有设计过的 所以这边呢 你应该会看到的是一个 GET 按了GET 过后 再按 设计 这个 The Unarchive 是由一个叫做 Mac Pump的公司出产的 它其下还有很多东西 像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Creamlight Mac OK 已经下载好了 有过后我们按Open 这里就是它所有 可以按Archival的FAR format 点击你所需要的就行了 之后如果还要增加的话 你可以到这个 按Archival的这个地方 然后点击Performice 就会看到这个页面了 然后这个我们就按打插 现在我拿了两个FAR来做实验 第一个是LLL Far Format 第二个是GET Far LL Far Format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图案 所以我们只要double click 然后你就按extract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这就是之前我已经压缩了的法 所以这句话其实是没有更改的 你一样可以使用 如果你喜欢用这个unarchiver 来unzip你的记法的话 只要right click 按open with 然后点击这个 theunarchiver就行了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unarchiver太好用的话 你可以把它使用在其他的压缩档案里面 这里我就跟你分享如何默认使用它 只要点击这个gifar right click get info 然后在这边选择open with theunarchiver 然后按transport 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我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实验设计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在使用Mac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你有什么 使用小技巧想要分享给我的话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称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